今天你一定也感受到了 整個大台北一個字 好冷啊 但是冷的不只有台灣 我們來看看南韓江源道 炸彈及的大雪 車輛打滑停電還有居民受困 另外我們還要來看到中國 中國現在變成了極凍世界 不只是天災甚至還有人禍 因為更讓人頭大的地方就在貴州 貴州爆發了211場的火燒山 山都連在一起 那代表的就是滅火的難度更高了 而且據說整個燃燒面積大約有兩個台灣這麼大 但是官方竟然壓新聞 燃燒了好幾天竟然沒人知道 這幾天會變冷的原因是因為東北季風來了 所以觀眾朋友今天就很明顯感到氣溫的下降 那元宵節的時候出外 真的要多添一點衣服 而且在北海岸的山區還會下雨 那這一路冷會冷到下禮拜 尤其一跟二呢 因為六日是稍微回暖一點點 但下禮拜一跟二 你要再度再多添一點衣服 這波寒流要注意 還有一個地方 那就是中國了 中國好像更慘 中國怎麼下成這樣 現在出現了很多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應該講龍年之後的首波寒流 出現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天氣怪象 包括寒潮、暴雪、冰凍、大霧、大風甚至還有雷打雪 就是既又下雪還會打著炸雷 你看到沒 一般我們來講看到下雪 就已經覺得很詩情畫意 但是如果看到大雪 你可能就會開始要找個地方 開始避雪了 但你如果又聽到 看到大雪又聽到這樣的那種打炸雷 這時間末日了吧 我告訴你喔 南京 南京在短短的12小時 監測到有700多次的這個雷打雪 結果湖北人跳出來 你南京算什麼 我這邊湖北啊 在這一次的監控當中 監測到6900次的雷打雪 我們看到那個數字的嚇死人 還有湖北的民眾講 你到底是要這個打炸雷打到什麼時候 那看到那個下降的那個雪啊 也是等於是完全沒有任何要停止的跡象 這時候呢 還有一個地方就說 你們下大雪也還好吧 我這裡下冰雹 而且冰雹多到 觀眾朋友看一下 浙江 浙江這個算是熱鬧的市區吧 是 結果它那個冰雹下下來 你冰冰巴巴那個聲音 那聲音好大耶 雨昕 這比乒乓球的聲音還大 而且他們說大多就算了 最後還既然變冰袍盒啊 你看到沒 因為冰袍太多了 最後變冰袍 最後變冰袍 天啊 車子怎麼開 這感覺好像地上 鋪了一堆那種乒乓球 車子在乒乓球上面開一樣 所以當然整個車子都在飄移啊 在打滑啊 那麼我們再把鏡頭移到新疆 你知道新疆多可怕嗎 新疆出現了一個 我們講看起來好像彷彿 血流成河的畫面 這麼慘 只是這個遺骸啊 是鳥 水鳥 因為它新疆的湖泊上面呢 被人發現怎麼有好多凍死的水鳥 一開始以為說這會不會是被下毒啊 還是什麼的 結果不是 純粹就是水鳥不是會在湖面上棲息嗎 但是它的溫度是陡降的 是溜滑梯的這樣 也是因為冷 那它本來還在湖面棲息 突然很冷 冷了它就凍死了 凍死之後呢 湖面不是會結冰嗎 就形成這樣 我們就說 這個景象看的真的不忍足堵啊 好 你現在看到了這都是因為 寒流氣溫抖降所造成的禍害啊 不過還有一個就是 有沒有想過 其實下雪下在地上的時候 那個又濕又滑 那車子有時候根本應變不及 因為你在開車 你根本不知道外面 這個整個路面就像溜冰場一樣 我們來看西安 這一次的寒海最主要是集中在 陝西 湖北 安徽 河南 江蘇 那西安的這個下雪的狀況 因為它來的是很突然 所以很多駕駛者不知道 你看 根本無法反應啊 感覺好像有樂場裡面的蹦蹦車一樣 其實都是因為 我再說一遍 雪很濕滑 車子撞在一塊 後面想要煞車 結果你看又撞上來 有沒有 好像在冰上的這種曲棍球一樣 整個邊溜冰場 全部撞在一塊 這就是目前中國 在農曆年後迎來的第一場 極凍寒流 但是其實不只是我們剛剛看到這些畫面 甚至呢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說中國變成了極凍世界 極凍世界呢 你聽 感覺上哇冰天雪地好像很漂亮 但是其實真的不是這樣 因為對民眾來講 包括我們會看到 所謂的樹葉上面 竟然都會所謂的夜冰 還有人說去買滷味 怎麼買滷味變成像在尋寶呢 所以他們說現在還看到了很多極凍世界的奇況 先來看 這個畫面很震撼 崩一下 啵啵啵啵啵啵的 你看一下 是發生什麼 原來是玻璃天花板整個坍塌 但是我告訴你 這可是在江蘇數千的一間人民醫院的分院 他花九十億蓋的 怎麼九十億蓋的 會因為突然一場天氣的變化 可能是一場洞雨 一場大雪 就導致玻璃天花板整個塌陷呢 好 原來 現在呢 兩岸就這樣 東城 人禍 不過醫院就說沒有沒有 是洞雨 什麼是洞雨 洞雨跟剛剛我們講的雪不一樣 雪的話你看起來好像很綿 很細吧 小小的 感覺不可能會把天花板塌陷吧 洞雨就不一樣了 洞雨是指在我們天氣的氣溫 0度C以下 那這時候下來 下的卻是雨 所以雨因為0度C在下來的過程當中 砰一下就變成結成冰 馬上變成冰 所以它在下來的瞬間 它會傷人 因為那個冰塊是很尖銳的 你看有人在擋風玻璃啊 或者是一些軟質的塑膠啊 洞雨下下來的時候 立刻就受傷了 你看 車子的這個窗戶旁邊 全部被那個洞雨給無法作動 那現在江蘇醫院就說 我這就是洞雨害的 所以天花板才會整個碎裂崩裂 好 那有人就問 洞雨真的如果就這麼可怕的話 那打砸下來就變冰桿 那一定對農作物的損傷很重 對啊 農民怎麼辦呢 沒錯 有的農民他根本就是 農作物就是暴露在外的怎麼辦 所以你去看那個農人 他把他們的作物拿起來之後發現 全部都被解冰凍傷了 有大棚也慘沒大棚也慘 對 但是有的人則是在那邊燒大火 怎麼回事 原來燒大火的目的 是要讓他的農作物周遭的溫度 不要那麼的冷 他才不會解冻 這種畫面乍看之下 你還以為說他們是在燒不要的稻草啊 不要的東西 就不是 是燒東西取暖 不只是有這些夜冰 我們來看還有冰雕人 冰雕人 你看 來了 來了 他怎麼了 這個冰雕人倒也不是故意要把自己 把它變成冰封世界 他看起來好像穿了一層玻璃耶 不過就騎個機車啊 他不是網紅 他沒有要趁什麼熱度 他說我就騎個機車從外面回來 變指甲變冰甲 皮膚變冰膚 衣服變冰衣 你去看那個啪啪啪的聲音 你就知道 天啊 這個結冰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好 剛剛我們主持人一直提到 什麼小吃攤 怎麼結冰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景況 你去看 這什麼 喔 我懂了 這可能是超商所做的一種效果 是不是 你知道你們買的青菜有多新鮮 我都冰在雪 不是 另類行銷 這其實就是個菜飯 然後他賣的青菜全部在雪裡面 照道理這個青菜應該也沒得買了 應該要收攤了 但他可能就說沒關係啊 我就便宜打折跳樓大拍賣 所以那個挑菜的人 他們就說 你現在到底真的是在買菜 還是在雪地裡尋寶 結果他就說 我真的是在小吃攤買菜 你說這真的是不是一個 我們講的冰封世界的奇景 但是為什麼說現在一個中國兩個事件 我們剛剛看到前面所有的畫面 都是因為太冷 都是因為跟雪跟洞雨有關 但是更讓人頭大的是在貴州 而且還是人禍造成的 貴州這場火現在燒到什麼狀況 來從空拍俯瞰的畫面 你曉得現在貴州有一半的面積 全部籠罩在火燒山裡頭嗎 而且很奇怪的是 這個火燒成這個樣子 我們叫貴州火燒三連山 就是剛剛雨昕提到的 貴州的地形比較特別 它的山都是風風相連到天邊 所以你一燒不可收拾 那個水線 那個我們講的火線 你如果沒有即時建立的話 你只能任由它燒光光 一直燒 雨昕 他現在已經燒到了兩個台灣大 他們說從空中覆蓋 簡直是一條火龍 什麼原因 有人說上山祭焚 亂丟煙地 焚燒雜草 告訴你有多扯 你在看這個一條火龍的同時 有人發現火燒山的原因 竟然是有人上山 然後他覺得肚子餓 他烤麻糬 不然你烤麻糬的時候 你也不看看旁邊一堆草 貴州天氣晴朗 天氣油乾燥 這很容易火燒山 好 不過 很奇怪的是 這個新聞的畫面 其實我們找得很辛苦 因為在網路上幾乎都封鎖 官方押新聞 都沒有消息 很多人說貴州一半都火燒山了 怎麼也沒熱搜 也沒上熱搜 然後這個 似乎是不是有人刻意在押這個新聞 然後陰謀論就出來了 有人就講 你知道其實貴州之所以會燒成這樣 是因為貴州是中草藥盛產的一個省 那因為中國現在停止於日本中草藥交易 那貴州既然又盛產中草藥 所以他們說八成是日本間諜來這裡燒 當然這都是陰謀論 其實我覺得主要的還是 可能也許中國當局對於這個 目前所造成的災害呢 他不想讓這個新聞放出去 讓新聞這個事情擴大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中國一向對於這個災禍的處理 都是報喜不報憂 什麼叫報喜 你看他現在公佈的畫面 不是一條龍火燒山多大面積多大 反而是他們非常英勇的這些打火弟兄 你看從熱影像 先看這個 這現場就發現 這就在火燒山旁邊救火 有沒有 然後熱影像可以看到 哇他們也是成群結隊的奮勇 不顧性命的往這個火燒山的地方去打火 所以現在一個中國 卻因為天氣而造成他們兩個世界 武器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連續六年 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9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100萬的訂閱 請大家樓上樓下 摳更多人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訂閱100萬人的幸運兒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